現在要開始上的東西叫做粒子觀點 所謂的粒子觀點就是 東西由原子所組成一顆一顆 原子會構成一個分子 用這一顆一顆 一個一個的觀點來解釋一些事情 叫做粒子觀點 第一個 用粒子觀點可以解釋固態 一個氣態 解釋一下為什麼會熱脹冷縮 解釋一下為什麼體積固定或者是不固定 這裡有一個影片 這個影片我們以前已經看過了 就是他在加熱一個東西 然後看他的狀態的變化 現在是個固體 大家擺得好好的 等到融化之後 就開始可以揮揮 所以形狀就不固定 然後繼續加熱 等到沸騰的時候就變成 每個都變單獨一顆一顆到處亂爬 就變成所謂的氣體 因此呢 因此體積就不固定 形狀就不固定 後面是我們上一張 上一張教的所謂的融化曲線跟 配層氣化曲線 這個就先不管它了 所以我們就是用這樣的粒子觀點來解釋 我東西都擺得好好的 所以體積固定 形狀也固定 我變成氣體 一顆一顆到處亂跑 體積不固定 形狀不固定 加熱的時候大家要距離增加 所以一般而言東西是熱脹 冷縮 來解釋 再來一解釋 什麼叫元素 什麼叫化合物 裡面只有一種原子的 就叫做元素 像這上面所顯示的兩個東西 這裡只有一個白元素 這裡是兩個黑結在一塊 結合成一個雙原子分子 但只有黑 這樣只有黑 只有白 只有一種原子的 這種東西叫做元素 那麼如果有兩種原子 兩種元素 用固定的比例 一定的組成 種類 樹木 排列方式結合的 就稱為化合物 像這裡 就是兩黑加一白 這樣就叫做化合物 所以 裡面只有一種原子的 就稱之為所謂的元素 裡面有兩種以上的原子 一定的組成結合的 稱之為化合物 也是 什麼叫存物質 什麼叫做混合物 我是一個個個的栗子 我伸進去抓出來都是同一種東西的 只有同一種栗子 只有同一種 抓出來都一樣的 這樣的東西就叫做存物質 這裡抓出來的全部都是一百 這裡抓出來的全部都是兩黑 這裡抓出來的全部都是一百加兩黑 每次抓出來的東西都一樣 裡面只有一種栗子 或者說只有一種分子的 這樣我們就稱之為存物質 如果伸進去拿出來 會有不同的 像這樣 你可能抓出一百 你可能抓出兩黑 這裡面有兩種以上的栗子 有兩種以上分子的 這種就稱之為混合物 台灣的課本 參考書 都跟你寫 存物質有兩種 一種叫原素 一種叫化合物 這個是錯的 原素是一種概念 原素指的是它的基本材料 不是什麼東西 真正要講的是一種單值 但是 台灣的國中沒有交單值 所以要是你說 存物質包含原素跟化合物 但是錯的 類似題我們的學測也考過 請問你 這裡 這個 這裡全部都是黑 請問你 還是原素來化合物 化合物嗎 只有一個黑是化合物嗎 原素 它是原素 第二個問題 它存物質來混合物 混合物 為什麼 一種是兩黑 一種是三黑 所以是不是表示原素存物質 不是 關心錯的 關心錯的 但是台灣都這樣交 如果有人卡就這樣卡 你就卡就這樣卡 存物質本海洋種 元素跟化合物 但是錯的 應該是單值跟化合物 但是我們台灣的國中沒有單值這個名稱 但是觀念你要對最右邊這個伸進去 有的抓到2K 有的抓到3K 表示它是存物才是混合物 混合物 然後它是混合物 還有兩種以上的例子 兩種以上分子的 這種叫做混合物 我們可以解釋 我們可以解釋什麼叫物理變化 什麼叫化學變化 這個圖上面 不管哪個東西都是白白 一個白白一個白白一個白白的 都是一白一白一白 通通一白 只有的堆的很整齊 有的到處亂跑而已 這樣叫做 東西的組成沒有改變 我的分子沒有改變 我的粒子沒有改變 我原來長怎樣 後來還是怎麼樣 這種叫做所謂的物理變化 組成不變 裡面的原子的種類 樹木排列方式都沒有改變 這樣叫做所謂的物理變化 化學變化就是組成有改變 種類 樹木排列方式 底下所畫的 本來也是一白 本來是兩黑 然後就變成所謂的 兩白加一黑 兩白加一黑 組成改變了 分子改變了 前面交原子說 化學變化只是原子的重新排列 組合 所以重新排列組合了 變成兩白加一黑 但是呢 種類跟樹木沒有改變 原來最前面總共會有八個白 反應完還是八個白 原來前面有四個黑 反應完還是四個黑 叫做種類跟樹木都沒有發生改變 但是排列方式改變了 粒子改變了 組成方式改變了 這樣叫做化學變化 所以解釋什麼叫化學變化 什麼叫物理變化 分子沒有改變的叫做物理變化 分子有改變的叫做化學變化 組成沒有變的叫做化學變化 組成的意思就是種類 樹木跟排列方式 可以解釋溶解跟過癒 我現在是溶質 一顆一顆的溶質 中間有很多的空隙 對不起 溶劑 一顆一顆的溶劑 中間有很多的空隙 然後呢 溶質也拆成一顆一顆 塞在這個空隙裡面 這樣就稱之為所謂的溶解 所以都把它拆成一些微小的粒子 我的溶質拆成微小的粒子 分散均勻的分散在溶劑的 分子的顆粒的空隙當中 那這樣就稱之為溶解 那你用眼睛看不出來 那是讓它在裡面 叫做解釋溶解 所以解釋過癒 看得見就是一個個洞 大洞小洞 大洞小東西 我們以前叫做溶解過濾法就是 有些東西有溶了 有些東西沒有溶 然後呢 濾紙就放在那邊 你的顆粒比濾紙大 所以就過不去 就擋住 擋住 然後比粒子 比顆粒比那個 濾紙的孔徑 就能夠穿過去 然後所謂的溶解過濾法 所以就把它分開來 用解釋過濾 所以以上就是用 粒子觀點去解釋 你所遇到的一些事情 比較重要的 考試比較會考的事情是 考你 什麼叫存物質 什麼叫混合物 什麼叫元素 什麼叫化合物 考你 什麼是物理變化 什麼是化學變化 用粒子觀點去看 來解釋這件事情 OK 請問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沒有就請各位 寫課堂練習